陳忠不是瘋子 但人民也不是傻子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實際也都出來公開還原當時採購的過程 其實不管是陳忠本人 或是操控他背後的這個幕後黑手 當時阻擋疫苗 護航高端 其實民眾都看在人民體制非常清楚 所以我想這個過程 也說明為什麼陳忠 你到今天你竟然要把疫苗採購合約 封存30樓 不願意告訴民眾 你高端一劑滿多少 你每一劑多少劑到過的期程 這些資訊也不願意接受國會的監督 這是身為職務官 你的失職 你就是這麼黑箱 所以現在包括明天團體 已經說了當時就是有人在阻擋疫苗 所以這樣的真相 你透過不斷的否認行政院出來 開記者會也好 都無法解釋 你把疫苗採購合約公開30年 這件事 你就只不願意公開 這真的是網護人力非常惡劣 對我想人都是有情緒的 我們就邏輯來看 就是說講我擋疫苗 就好像當我們自己自費武功一樣 我當指揮官 歡迎都來不及了 怎麼可能會去打不合邏輯之下 確實會讓人家感覺到 有一點不平跟生氣 有關疫苗的部分 如果他 如果陳時中先生說他沒有檔很好啊 那他要告訴我們一樣 到底是誰檔的 第二個 我講的是 如果有人去打疫苗 這件事情才是最嚴重的 如果他說他沒有檔 非常好 請他告訴我們到底是誰檔的 我想黃市長進來有一些批評 其實他自己就有一點邏輯 有一些混亂 他講所謂的磨財害命 我實在聽不懂 他說磨高端的財 那檔VNT 然後就害命 高端疫苗 他是一個等於是蛋白疫苗 有很多人沒有辦法用mRNA的疫苗 需要有另外一種疫苗 這些都是有需要的人在用 那如果讓他們用不到 那才真的是會傷害到這些人的身體 跟他對於抗疫的一個機會 有沒有檔VNT的疫苗 行政院也有發表聲明 整體的程序 從鴻海開始6月1號來提到 這個台積電大概6月4號 行政院在6月18號 就已經准他們的一個捐贈 6月23號持劑來提 6月27號行政院就做好決定說 讓三個一起來 那這樣可以減低 我們在談判合約裡面的一個時效 然後9月2號VNT疫苗就進來了 這些都可以看到 其實在時間的效率上面 都是發揮到極限 有很多人的幫忙 才能夠達成這樣的一個結果